记者廖淑林云林报道,银行被偷,台中银行虎伟分行7日下午要关门时,才发现大门铁门的门柱被窃,经报警处理,警方今天将涉嫌偷窃的叶姓妇人传讯到案,叶妇并称以为是要回收的,讯后一窃到最遗送。 台中银行虎伟分行传出切案,但被偷的不是钱,竟是一只铁门的门柱,报案时,警方一听是银行早窃,起初还吓一大跳,或讯被偷的不是钱而是一根门柱时,远警还被搞得误煞煞,调查后才知道被偷走的是银行用来关大门,成约两米的白铁门柱。 经警方调阅该银行周边及路口监视器,发现一名富人涉嫌以机车拖在单轮车将门柱再走,因门柱很长,非常容易辨认,但该机车车号被挡住,第一时间无法查证车主,银行还得让业者赶至门柱才能顺利关门。 今天一名远警执行巡逻情务时,发现一处民宅前放置一只铁智门柱,和银行遭窃的很像,川迅屋主业姓富人倒按说明在比对监视器画面,业富坦诚犯刑,但便称,以为这只白铁智门柱放在银行墙边是不要的,他才回收取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